其實種類有多少 其實也不需要太刻意去記 大概知道就可以 那原則上我們比較常用像是文字啦 或者是說像那個什麼邏輯啦 像我們後續日期、時間 這個也常用到 還有像財務也蠻常用到的 邏輯、數學等等文字函數 那我會把比較常用的挑出來講 那怎麼樣打造 Excel 的函數高手 當然的話你要知道一些訊息 比如說利用常見的這個公式按鈕 來幫你查詢你要的內容 然後插入函數幫你做一個搜尋 你可以在函數裡面做一個搜尋 其實裡面也有一些可以讓你查詢的功能 另外如果有錯誤的話 像看到這個是什麼意思 看到這什麼意思呢 你要知道說這個錯誤是什麼產生 那要怎麼排除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那後續我們都會按這個例子來給各位看 那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 邏輯函數 日期、時間函數等等 這後面我們會用實際例子來看 好 那這個大概簡單的概要說明 接下來我們就是用實際來看 因為這個有時候用理論講多了 其實大家還是一頭霧水還是很抽象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第一個翻例題就是說問題在底下 所以後面我的題目說明在底下 請計算這個星號 一百筆 比如說銷售量一百就給一顆星 那兩百筆以上就可以兩顆星 四百筆以上就可以四顆星 沒有一百筆就沒有星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要怎麼樣 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那當然如果你不知道的話怎麼辦呢 塗法煉鋼嗎 複製 貼上貼上嗎 我看如果說這員工五個還好 如果是五百個我看貼到封掉了 而且呢 還不見得正確 那怎麼樣用哪一些函數呢 可以快速的產生 我想這裡的底下有一個 運用REPT跟RNT函數 那這裡怎麼做 我想你們先開啟這個檔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